《扶貧治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Cultural Club文化所 我是Sharon 我是Emmy 今集我們繼續有鄧小華和我們聊 我們今天是文化虛的 沒錯 很吵我只是說了 文學都這麼吵 你別以為文學很安靜 我去到那邊也很吵 好 我們上個星期很開心 上個星期繼續怎樣開心呢 我們上個星期說到香港做文學社群 其實會不會有些青年人或是很喜歡去做文學寫東西的青年人 小華上也說過很多 我知道字花剛剛是否叫改版還是交接 其實是由改版又是交接 差不多就是我們原本創刊的一批編輯 大部分不知為何都是七十年代尾出生的 我自己七八年 大概就是七六至七八這段時間的人 然後就轉了給那些八十年出生的編輯 或者我們回顧一點點 你覺得字花這幾年有甚麼成長呢 其實他在某些程度方面我覺得是有成長的 例如就是他其實某些東西穩定了 他會更加了解到 因為我們早期的時候 主要是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是作家 是評論家 其實香港是 我們那班年輕人沒有一個是專業的編輯 也沒有是專業的文學編輯 也沒有人是靠文學找飯吃的 找飯吃的 有的 例如流行的小說作家 譬如現在鄭梓玲 鄭梓玲他搞文學雜誌 一定不會這樣搞 因為他是靠我找飯吃的 我們就不是 不是找飯吃 所以你就會有一些超越市場考慮的東西 但主要當時想的東西就是 我想表達些甚麼 我想玩些甚麼 有時候我們就玩 例如早期會玩那些 貴筒書的調查 調查那些年輕人 上課到貴筒看甚麼書 那時人們就覺得很有趣 只有你們有辦法想到這些東西 但為何我們是這樣 因為我們是非建制的一班人 後來慢慢 因為大眾對你的真鮮感會消耗了 譬如你不能每天都玩 不停地玩 玩玩玩玩玩玩 你不行的 那你要累積社群 然後就會想到多些穩定的東西 我覺得自發考慮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然後他會考慮到 譬如說 如何為之一個文學社群 如何為之一個 其實有幾個大面穿 文學社群 創意工業社群 創意工業的人為何會看文學雜誌 然後知識分子社群 譬如說大學生 大學教授 大學助教研究生 這些人為何會看文學雜誌 我們會考慮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這麼奇怪 這麼模糊的圈 將會組成什麼東西 將會搞到什麼東西出來 這些東西我們會想得多很多 但是因為一直都是雙月刊 ADC從來沒有覺得過 你做到怎樣 我們做到怎樣 他都不覺得你是一個可以搞到 雙月刊的人 然後因為雙月刊 所以轉變很慢 以及不明顯 即使變成了 也不是很明顯 不明顯 所以市場可能不是很角格 有時讀者流失會比較快 達書是這樣 有很多本 其實我剛才說了 不知不覺地消失的文學雜誌 我們勝在就是 即是咬得緊和磨難者 是 有很多咬得緊 有專門在磨 都是一年兩年就拜拜 是的 這段時間是分定問題 這主要是分定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的政府是很無視 他很怕人插 甚麼人插他都害怕 但他專門做事又被人插 是的 很怪的 他是一個自己的怪圈 很怕你插 但做一些事情你不插不行 你不插 你覺得自己浪費了一把口 譬如他舉例 他不知為何有種思維 就是如果長期資助一本雜誌 我便輸送利益給他 他便偏心他 我便被人插 他便怕被人插 但反過來 你會想 如果我是讀者 我看得很好地 有本雜誌不見了 我便不插你 是吧 所以他會令到一件事 他會迫別人插他 那怎可以不插你 你弄走了我看的那本雜誌 是吧 但你講到這裏 我又在想 其實如果沒有資金 是否做不到 沒有資金做不到 沒有資金做不到 這裏就是另一個 但是這個是 我們以前會覺得 文學的讀者不夠 但我現在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地產霸權 我很認真地說 譬如在香港印書 比大陸人都貴 現在比台灣 連運費都貴過台灣 台灣計算運費都比你便宜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香港有很多印刷廠 是開不了機 肯做文學書印刷的 叫做開到機 雖然不是賣到很多 但是開到機 但很多印刷廠 連機都開不了 因為印刷做不到 你想想他一本書 譬如這本書賣80元 那間書店 它賺多少 最多賺十多元 我給你賺三十元 那些畫策很漂亮 畫策很漂亮 沒有人買的 我給你賺三十元 三十元 多久才賺到地租呢 一個地租可能是幾萬元 三萬一個舖位 那你賣多少一本 三十元 我計錯了 一千碗是一本 整整一本書 哇 太壞了 還未計算燈油火 還未計算人工 有否可能說 拿東西上大陸 印完之後拿回來呢 已經有的 現在很多都是這樣做 但是你不會導致香港出版 印刷廠益 死得那麼快 會死得很快 真的沒辦法 其實它是令到那樣 所以我們如何禁爭地產白團 它是在根籠騙殺了你 你沒辦法做下去 即是如果你一本書 一本書 你印兩版 現在可以了 正路來說是可以 但是不行 完全無法理解 在香港這件事是這麼困難 但是你香港人也特別小 很多書也上不了大陸 所以其實是 我覺得香港政府如果 它是 如果真是關懷文化界 真是關懷出版業 其實它應該在這方面 想多些方法 沒有啊 我現在數一數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本文化雜誌 在香港 早幾年 文化雜誌有很多 做網上版會不會都是 不是 很多是很多 不過你不會看到 蛤 因為 因為 世界上的秘密組織有很多 例如我們都會覺得它其實不錯 譬如它會做封面人物做什麼 有天賜 小師 是 董啟章 全部都是大 但是它的風格是很阿叔的 它的風格是有一種真名的設計 真名 連亞洲周刊都不夠 真名的設計 如果放在桌面 這是提示問題 如果我書店豬肉桌放幾個雜誌出來 是很沒有競爭力的 是很默批靈的 我當然是買少女書 所以自花旗旗的封面都很漂亮 對 一定要做漂亮 但做漂亮就會令編輯收少很多錢 因為要給意識 所以你究竟是養自己的人 還是推你本雜誌 ADC經常說自花旗為何要用這麼多錢 人家又不見你用那麼多錢 然後我說你看看 如果不用那麼多錢根本不會有人買 根本推廣不到文學 你便扔錢進海 我們經常跟他爭論這些 但他不太明白 他到最後都是因為全世界來插桌 你為何要剪自花簽 他就說OK 真的很貴死死 自花從2006年做到現在 應該沒那麼容易死 我不知道 隨時都會死 因為所有東西更加在資金上 每年批的資金上 香港政府放你飛機是很不猶豫的 他需要 慣性 對 我們做過那麼多節目都會知道 譬如原本說好了政府生是保育的 賣掉了 沒有這些不說的 隨時隨地地走光 香港政府走數的問題很嚴重 我剛才說香港文學的公共性 可能是比台灣或大陸更容易去做 不如我們可以輕輕地說一說 其實中港台三地的文學 大家以為 台灣文學當然是厲害 全世界台灣人當然是文化素有厲害 大陸的文學很厲害 成行成史 他們看本雜誌沒有圖 只是字 當然是香港最大的 但其實好像不是這樣 香港有某些特點 例如你可以看到 大陸現在的情況有很大的市場 大陸會出到很多馬俄雜誌 是港銘號的東西 但很多人買 它會變成消費的一部分 很多人支持 例如韓韓時全國發行 獨唱團是一百萬冊 大家未知獨唱團是甚麼 我們先展示一張東西給你看 我們只看這張是不會知道獨唱團的分析 因為這是被人槍斃的 槍斃的封面 過不了檢查 我們下一張 下一張有一個正式的 哎呀 不是 這個就是明日的封箱 這個明日的封箱 也是在大陸出版的文學習字 剛才我所說的就是 明日獨唱團 你看到它有這麼爆的封面 它其實就想用爆去令人注意 其實這是一個正常媒體邏輯 大陸不行 不可以有些比較挑戰性的東西 亦都不可以有一個 剛才那張其實是講黨中央的 不行了 槍斃不能出的 然後逼著用一個比較斯文的封面 所以你看到大陸的情況 雖然市場很大 但是它會有些東西規限 即它沒有辦法做出來 明日封箱其實它整本 我覺得都真的挺文學的 譬如你去台灣 它當旅遊特輯這樣做 但是它說的全部都是文人的地方 你去哪裏的舊書店 你走一些作家的故居 是一個文人的視野 提供它一個文化和文學的生活 但是它做到那件事很時常 我以為是時尚雜誌 即是時尚雜誌類似的 因為賺到錢 所以就賺到錢 是的 以前我們 當時有些做主流媒體的 很大顆的前輩 即是 做電視界的高手 就在說 你不要這樣做自化了 你哪有人打來打鼓 說明做文學的 不是的 你要說到整本雜誌是生活風格的 但是有最好的文學東西 這樣才是路 即是文學成為一種裝飾 不是 它成為你消費生活的部分 你要吃就吃得最好 我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喝咖啡 但我一喝就喝最好的咖啡 即是文學就是那杯咖啡 即是它要改種 好像挺好的 這個其實是明州 但全香港只用一盒 只用一半明州 大家要留意到這一點 而且明州也是靠訂購A 訂購A 靠購A 再拍G 對 如果張可知和鄭文鋒 那期沒有東西 其實你訂購咖啡多好也沒用 但香港就做不到 其實我覺得 文學不能這樣放出來 而且現在的雜誌雜誌 它的文學品味 其實我也挺低的 你也很保守一下 多低 很動 他們不是不行的 我有時去接受一些訪問 我都試試探測一下編輯的文學水平 不是不行的 只不過其實 他只是一個普通慣書店的人 他不知道現在 譬如最興奮是甚麼 他不知道 現在國際上獲獎是甚麼人 現在香港最抽得 最打得 最獲得獎多是甚麼人 香港最受期待的人是甚麼 他不知道 有哪些話題 有哪些方向 他不知道 他只是 他看的書 聽過都挺不錯的 就是 就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覺得 香港人做文學雜誌 你自己覺得 應該是傾向 這種文學資訊 還是應該是純粹文學性 你自己覺得 我自己比較傾向 我覺得要將文學 和其他東西 連同一起說 其實台灣 他們這幾年 的萎縮也挺厲害 整個出版院萎縮 文學固然是 首先萎縮那批 然後會造成甚麼效果 就是他們會向 電影 或者其他藝術範疇 伸手過去 大家一起攪拌 譬如Bob Dylan 現在是文學人 他會說 後校園當然是文學人 他們會說 甚麼都拿著 他們先拿著 過來 就是你看到 其實當風都相見 就這樣 但是另一方面 台灣那件事 就是他們也因為 有一個文學上 比較上 叫做高姿態的東西 譬如作家是不需要 討論這些東西 不需要討論政治問題 我們不需要討論政治問題 我們不需要接近時事 我們只需要寫好自己的東西就可以了 台灣的文化社群是挺穩固和高格調的 所以反過來 他們跟公民社會的距離是遠了 所以如果你的社群可以看著 這個社群可能有六千人 六千人 如果六千人沒有了 那你就糟糕了 就會跟香港一樣 香港可能是未夠六千人 養來養去都是只有三千人 即是最爆是可以有三千人 但是三千人又不夠養 所以現在你就會看到這個情況 但是我會覺得香港的路向就是應該向 最好就是應該向公共那邊去拉 跟公共問題、跟社會問題、跟政治問題 可以拉上多一點關係 因為香港的政治中立 一直都有些 是這個空間本身是香港很重要的特性 香港是有這個優勢的 但是譬如現在中文應該是 全部都是考應用 不會有泛文那些 譬如入去中學教班 你自己覺得現在的學生對這些東西關不關心 就是對文學中不喜歡 或者關不關心 普遍來說 我們不是說文學 普遍來說 我覺得普遍來說 尊重的程度是高了 但他們的水平是低了 我覺得尊重那件事 其實 因為他炸了水穿 逐多了 因為教學的方式 什麼都會是文學 經常講閱讀 他會覺得那件事是一個主流 你不好意思 怎樣 沒有什麼事 盡量不要告訴別人 我其實不讀書 盡量不要告訴別人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沒有了泛文 根本不用讀 你首尾呼應 借敬書情 頂真 神敵 你數到那些定義出來便可以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讀書 我們小時候覺得這些都不會考 誰知道很考 以後只考這些 就大鑊了 也挺大鑊的 所以 這件事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 其實將來社會會受到這個惡果 那些人 好像害怕我 我沒有辦法理解別人說什麼 不停地聽 但說出來的東西全部是假的 他理解錯了 對 或者看東西的時候 他根本看不明白 會有這個 而這件事是將來政府會受到的 因為大家不理解你的時候 衝突就會厲害了 溝通不了 對 溝通不了 對 到最後就是 你自己被人扔多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 我剛才還未開鏡之前說 我找到一個 06年寫的一篇文 在網上 就是說 其實香港真的很難接受到一本 是純文學的 書也好 雜誌也好 什麼東西也好 我發覺這個可能是香港人的特點 不能夠只是單美一樣 無論你是不是文學也好 什麼都好 你怎樣都要 好像一些心理書也好 裡面總是要帶一點感情 要把感情拉住 你才會去看那些書 好像永遠不可能只是死一尾東西 這個是香港獨特的地方 香港有什麼店舖 是只賣一種食物的 真的都沒有 好像沒有 譬如你去到日本地方 只賣一間 真的只賣拉麵 只有八樣 那些店舖超多 你買魚蛋 現在都買其他東西 珍珠奶茶又在旁邊 自己充滿 就是喜歡賣茶又賣魚蛋 對 到最後都會買凍檸茶 始終香港是不能夠只是一樣 好像我們人的生活也都習慣了 不可以一樣的 沒有安全感 我不知道是我們 擠得太快 太多地方 擠出來要找東西塞 還是怎樣 不過可以這樣說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說 這個就是中港台三美之間 香港是獨特性 我又不知道 如果將自花擺去台灣 會有什麼事 自花擺去台灣 也有的 現在有的 我們沒有針對台灣市場做的事 但是也會顯得很特別的事 因為它 它真的會有興趣 是會有興趣 而且它真的會給你的某些手法吸引 因為台灣 我們跟一般文學雜誌比 我們沒有那個專業的階段 專業的階段是甚麼 那些人就是 現在全世界誰拿了文學獎書 那些人馬上會知道 那些人 所有拿獎的人 馬上有一個資料 所有文書都可以寫到 這些就是長期跟國際文學學線的人 那香港是沒有的 對不起 我們香港有娛樂線 馬上寫到 那些線全部都出來了 都未必可以的 到時 當年有Nicoli Polman 和那個善上大師 炒了 那是誰來的 然後 香港是沒有這個專業的階段 但是香港就會有那些專業文學雜誌 裡面沒有的一些東西 譬如說 我們會把一些很普通的人 譬如他可能是一個買翻版的 可能是一個普通的 然後就放他去同一些作家 同一個位置 然後 然後 那樣東西 就會 影襯到 一個圖像 台灣是不會有的 這件事挺奇怪的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很可愛 就保持著它 這個成為我們獨特的東西 就是 是嗎 為什麼你呆了 尾聲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 尾聲的時候 尾聲的時候 怎樣也要跟小華 跟我們介紹一下好書 是呀 我們今天看看 讓一下位置 讓位給你 不好意思 剛才說到 我們的生活 應該是怎樣的 我都是跟生活風格去想 我們書 剛才你也說得很對 我都覺得不可以只看一件東西 所以有很多類型不同的書 這個首先 就是新波斯卡拉斯集 就是今年的重出版本 新波斯卡是1996年的諾貝爾馬克獎 但是它是很黎民的 譬如 大家都知道 就是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其實就是受到新波斯卡的 詩啟發的 就是 有句說話 有句詩就是 變化無上根為美麗 好嗎 看看這句話 隨時可以拿來做 很符 隨時可以拿去做 簽證 做標準 是很可以用得到的 然後裡面的詩都是很淺的 就是很日常的詩 還有裡面有些詩 譬如寫履歷表 就是你的履歷表 不是說你的履歷表寄了什麼 而是說你的履歷表沒有寄什麼 例如它不會寄你的失戀 它也不會寄你出生的時候 有多不開心 或者它不會寄這些東西 就是寄一些 和你的生命裡面的另外一些東西 我覺得那些大家看出來會很有感覺 這些是含櫻嘴花的 是精華級的 這個 新波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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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工藝文化 是一個日本人的論著 他在說的是什麼 工藝和藝術有什麼分別呢 藝術通常我們畫一幅畫 沒有人告訴你要怎麼畫 你要想一下怎麼表達自己 越自由越好 越推翻別人越好 越不讓人用越好 藝術的東西就是 但是工藝就剛剛相反 工藝是要被人養的 譬如是杯 杯做得很漂亮 是一種工藝 但是杯如果不讓人用 就是藝術品 它就不再是工藝 但是有些工藝就是又被人用 我們又覺得很漂亮 而且這個杯不可以和那個杯 徹底不同 他們是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又細緻 又看到一些個人的個人觸碰 個人的不足 這樣就叫做工藝 其實它在說的是很多東西 譬如以前那些 你看一些燈 一些皮鳴 燈台 煙具 抽煙的東西 全部都會很漂亮 裝飾性很強 但是你又可以用的 然後隔了一些時間 你就會覺得 哇 這些真的是藝術品 其實它跟藝術不是很相同 而是跟工藝很相同 當我們懂得欣賞工藝的時候 我們看我們自己的藝術生活 就會有另一套眼光 嘩 厲害 很漂亮 這本很漂亮 對 看一看 設計現在真的很重要 這本叫浪遊之歌 它就是一個很出名的 美國的記者是寫的 它是說走路 走路的歷史 是的 它是說 用一個人類學式的方法 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史 混合的方法去說走路 走路有很多類型 譬如我們現在在街上走路 是走路 朝聖 墨家 徒步上山 走路 走山也是走路 然後你在後花園散步 就是繞圈沉思的走路 譬如它就會說各種不同的走路 在什麼狀態 裡面有一個挺有趣的 譬如說 在晚上走路 它就說入夜後的步行 女人勝於公共空間 譬如我們在街上 理論上的街上 所有人都可以走 但入夜後的街 女人真的覺得好像沒那麼好走 為什麼呢 究竟公共空間 是否叫公共空間 但你如果說 為了不讓女性 小姐不開心 趕走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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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會安全 但如果是這樣 趕走路人 那裡又不公共 那件事就是會有這麼有趣的拉扯力 譬如這些 怎樣說呢 哲學得來又有社會 哲學得來又有社會 而且看的時候 會對你的生命有很多啟發的書 浪遊之過 咦 還是這一個才拍過鏡頭 不是 一直都有拍鏡頭 是嗎 接著這本就是比較硬性的 就叫做《例外狀態》 例外狀態就是 現在歐洲的左翼理論大師 阿金本 阿金斌的一個作品 這是台灣、日本 大陸、日本都出了 但我基本上我也是信台灣多些 因為大陸那些是可以 扔一個翻譯機下去就來的 我們真是吐 直接吸 不行 所以還是信台灣、日本多些 另外狀態就是 其實我們憲法是賦予每個人的權利 自由權利 人身安全 但在某些時候 在西方的憲法裡面 會放棄這種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力 譬如戰爭、戒嚴、燒禁 譬如正常我們都可以出街 燒禁不可以出街 你的自由已經低一點了 為何我會說起這本書呢 就是最近開始跟朋友網上討論 近期的警權問題很厲害 警察好像說 我們為了要你恢復道路交通 打斷你的腳 趁你走也可以 那是不是香港開始進入一種 無限地例外狀態的事情呢 只是例外 只是例外 憲法根本不存在 對呀 香港的憲法還沒有搞定 那我們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除了用閱讀 來做一個生活的部分 就是調劑之外 我們都要有一些重心的事情 就是建構一下社會 是的 跟公義有關 還有一些現在歐洲最 我們叫歐洲最前衛的理論 起碼要懂 不懂是比較語言的 其實這兩集 你令我重拾在這本書的感覺 我真的需要 要看看詩經 不是詩經 是詩書 小說也好 什麼都好 在地鐵站拿起這本書來看 你的感覺很… 好像道具來的 不是 你最多時間就是在電視 你就是在消費這本書 我覺得是一件好像很久沒做過的事情 其實是一些值得大家再拿出來這樣看的事情 不要只打電話 今天多謝 電話也有這麼漂亮 電話沒那麼漂亮 而且看得很辛苦 多謝小華 希望大家看完兩集之後 真的出去到書局逛逛 或者你又很收穫 不是 你是書局也有的 當然 不然怎樣 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自己印人 全部都是新書 多謝小華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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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我 iRead iRead centered 是 acute 下集 是 正